当大家看到这三位高手之后 应该已经猜到结局了 小猫 迅猫 还有我 没错 最强悍的三人组又回来了 知道他们一直连败 今天我决定做一件大事 带着他们上分 非常耐心 开局就追着干将猛锤 虽然我们是二打一 不过依然不能影响我吹牛皮 成功拿下一选 优秀 等了 跑哪去了 这天将横才有点舒服啊 给干将气得不轻 他要来打我了 他上头了 他此时有种万夫莫敌的气势 此时此刻从他身上 我看到了黑旋风李逵的影子 跑到他被冻着了 从这头东西里面 我看到了不符合傲娇 牛皮 干嘛这猴子 哇 这么针对我吗 来 有种你再打我一次 等一下等一下 我刚才嗑瓜子呢 这人有神经病 不理他 还是蹲干将靠谱 一蹲一个准 怎么又来了这 别打我 别打我行不 轻松搞定 不得不说我这一招战术无敌 对了 差点忘记我的对手是干将了 再搞的一次 来了来了 嘿嘿嘿 又偷到了 叔叔 再偷个加罗 哇 太绝了 这个位置简直妙啊 猴子 干将 加罗都接连被搞 不行 不能待了 再待在这儿 我估计要被包啊 那么上面这个草丛 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干将 不好意思了 给我坐下 哇 我这偷袭的技术 更上一层楼了 高手 大家可能以为我就会埋伏 今天我要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正面硬钢 来 兄弟们 代飞全场即将开始 战哥 起 猴子来了 我们撤一手啊 算命 快加速 快快快 哎 有加速咱们不慌 他追不上的 我靠 刚才有点失误啊 来 再开一把 下把我玩边路 代飞全场 稳的 我可是摸老赢一颗心而已 打过来就行了 都等着啊 下把我一定带他们赢 哼